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狗仔队长 为什么今年网红的新年歌遭到网友的批评和不满呢? 可又为何只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每年都要发行新年歌呢? 每当扩完年后,马来西亚商场都会快速转换成农历新年的布置风格 实际上,马来西亚是中国以外保存中华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国家 出处可见新春和灯笼装饰,热闹的时事和酒柔 当然还有新年歌曲的播放 说到新年歌,你脑海中可能就会想到经典的新年歌曲 如《大地回春》 《迎春花》 和《春风闻上我的脸》 《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春风它闻上了我的脸》 这些都是至今被高度翻唱的新年歌曲 而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后出生的人来说 你们可能更熟悉明星歌手创作的新年歌曲 例如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和《许冠杰的财神道》 这些歌曲都充满了浓厚的新年气氛 新年歌曲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营造新年的气氛 只要听到这些歌曲 就知道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又可以拿红包了 同时也是提醒有指回香的韵力 然而如今马来西亚在2024年就产出了至少30首的新年歌 我找到了大概有30多首 所以可能还会更多 如今的新年歌也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表演 一场show 新年歌曲不但缺乏新年气氛 有些甚至还很刺耳入魂 大约从70年代开始 马来西亚本地唱片公司就看准了新年歌曲的四场潜力 买下许多经典新年歌曲的版权 交由旗下千叶歌手演唱 当时就冲下相当不错的成绩 翻唱新年歌曲的销量还比自家冲作的唱片好 当年在光碟人盛行的时代 马来西亚群星和童星是贺岁专辑的推手 像是八大巨星和四千金 后期则知道电台电视的时代 就有《大日子》 和《庆祝》等新年歌曲 陆续随着网络的截起 马来西亚的第一首网络新年歌是由2009年 由中盛中发行的《红红热闹闹》 此歌曲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也为马来西亚网络新年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盛中到了如今每年都还推出新年歌 维持了15年不用我说你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新年歌是多么好赚的吧 在2010年鬼才黄明志也发行了新年歌叫 《发财宝大拜年》 那一年黄明志的《发财宝大拜年》 正在讽刺着当时马来西亚一成不变的新年歌 非常值得让所有人反思 其中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 中国传什么过来 你就唱什么出来 你妈都住这边这样久 还不懂Localize啊 可是14年后 如今网红的新年歌越来越多元化 有些更为离谱 新年歌的创作开始受到金钱和赞助的驱动 而非艺术价值和创新 为了追求流量突破 网红们不惜改变新年歌的原始风格 将流行音乐 嘻哈 摇滚等 各种元素融入歌曲中 有些甚至还将泰国文化和夏威夷文化一一纳入其中 为了脱颖而出他们不择手段 加入了酷炫的说唱和扩张的舞蹈 将新年歌的演出变得宛如马戏团一样 华丽炫烂 这些表演者在新年期间巡回各州 诶 爱真听不出是新年歌的 竭尽所能引人注目 以及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喝彩 得到更多的赞助 Tripe单单在2024年就有四首新年歌 网友们分闷在下面调侃 应该史上最多新年歌今年 本家出新年歌 你们Tripe出新年专辑 然而能赚钱确实是个值得开心的事 但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网红会为了名利流量 不顾一切走向极端化 许多网友认为2024年是最多新年歌的一年 同时也是网红们新年歌翻车最多次的一年 像是低清的I don't give a far sorry I don't give a far 被网友们批评 今年是最难听的Top 1 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听 拍得很好下次不要拍了 很好是很好 但如果可以明年不要再拍了 还有网友说像开工歌 还没过年就已经年初四的样子 脸臭臭拍M1是不是没拿到花猴吗 Miss Guan的海龙王也翻车了 网友一致认为 如果真的不擅长唱歌 其实可以选择不出新年歌 主要批评音色不行 Miss Guan的声音真的不行 Justina的还好很多 T定得太低了 音乐和歌声整个是两个不同的星球上 录音水平是真的太令人尴尬了 还有人说 他好好当个模特儿不好吗 非要唱歌 不明白为什么硬硬要出新年歌 如果不看日幕 我真的不知道唱什么 其实就算音色并不动听 五音不全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特色呢 由于新年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该创新的地方都创新了 似乎已经没有可以再突破的领域 因此一些网红选择透过自我丑化 来实现突破于创新 像是小哈尼的新年歌 新年宝贝和春天有我陪你 网友调侃表示 不看NV其实真的是一首好听的新年歌 只要观赞眼睛 这首就是本年最佳赫穗歌曲 一山还有一山高 一海还有一海深 网友们纷纷在一个帖子留言 这里心目中最难听的新年歌 祝你有个隆隆的 唯有经典新年歌才是最好听 最有气氛 现代的新年歌是不知所谓 都难听 还表示 90年代的新年歌都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的新年歌都是在开玩笑 还有耿涂说 最好听的新年歌都在五年 这种现象已经导致公众 对新年歌的整体评价越来越负面 那么马来西亚网红们的新年歌 是否正在走下播呢 数字往往不会欺骗人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网红新年歌起发布后第七天 去年和今年的数据 去年和今年 吹屁的新年歌对比下火了25% 裴勇的新年歌对比下火了4% quan family的新年歌对比下火了27% 而由于低清在2023年没有发新年歌 所以我使用2022年的数据来做对比 结果显示下火高达55% 这些数据清晰地显示 新年歌受欢迎的程度正在下降 网红新年歌内卷 歌曲也越越偏离了传统的节日氛围 导致观众的兴趣开始减弱 不久前就有一位男子看不下小哈尼的新年歌 男子便拍影片公开喷他们 网友表示骂得好 然而有很多赞同的声音 不过也有网友说 满口脏话 结果自己也低俗了 还这么多人站好半惊八脸 太多出口了 骂得没有文化 看到小哈尼腋下浓厚的黑色铃 和耀眼的面孔 不用我多说 你应该也知道他是一名男生吧 然而小哈尼几天前的半夜 却被一名陌生男子骚扰 跪圈争乱 这小哈尼新年歌出镜的其中一位网红 将交上拍影片指责媒体 说到新闻报纸小题大作 随着这些改变 新年歌也逐渐失去了 原本营造新年气氛的重要使命 取而代之的是 追求场面和表演的华丽 新年歌曲的喝碎精神 似乎已不再那么突出 这种转变引发了一些人的讨论 是否应该保持新年歌曲的原始意义 令人感受到农历新年的热闹氛围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仅仅是一场华丽的视觉和听觉想念 以前的新年歌是为了新年气氛而唱 现在的却是为了流量 为了金钱而唱 真的是这样吗